戶国神山为了培养心血 2020年在中科15A厂这边建立了台积电第一座的新人训练中心 2021年正式营运 横跨范围从3楼到10楼 更直接把生产线上的机台搬来新人训练中心 像是我左手边这台曝光机其实造诈就上看20亿 今天也透过我们的镜头首都对外曝光台积电的新人训练中心 踏进半导体产业电堂前先到新手村磨练 首要之物就属模拟晶片生产线 俗称娃娃机的运送轨道是台积电12寸厂标配 造价高达上亿 原封不动搬来新训教室 学员实际操作透过自动物料搬运系统 让晶圆损坏率大幅下降一成 新人中心提供11个入门的课程 主要就是客服我们的同仁到台积电来之后 这一个适应的问题 他从学校到一个这么先进的技术中间落差很大 因为我们的工厂是不会等他的 新训中心就是要让新人最快时间上轨道 也是台积电保持竞争力的小秘诀 短短一年多就培养超过6300位胜利军 除了产线工程师 台积电特别替基台保姆设置厂务学院 1比1还原变电站设备 由台积电松本厂新人亲自示范 若碰上无预警跳电 90秒就能恢复供电 今年4月南科大停电 户国悬山损失近10亿 不让突发状况一再上演 事前演练不能少 虽然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VR体验造势 台积电的新人们都可以来这边戴上VR的眼镜 就能够模拟工厂内部任何的意外情况 虽然我现在左手边这边就有模拟失火状况 各种状况以此掌握 从模拟失火到化学物泄漏都有完整的SOP 扎实训练一丝一毫不马虎 源源不绝的人才是库国神山 稳居晶片龙头的不二法门 环宇新闻将为陈品珍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